請部長 好 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 請教一下 那個桃園這個捷運已經六度挑票 那看到每次挑票我們交通部就道歉 我們已經快要變成道歉部了 這個很清楚的表示說我們的管理出了大問題 哪裡有可能說一臭再臭三臭四臭到六臭還在換 部長 到底現在出了什麼問題不能夠通知 我想這個所謂系統的安全穩定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這個除了現在的團隊非常關心以外 我相信未來執政團隊也非常的關心 所以現在需要的是大家一起齊心來 努力大家合作 而不是在那邊噴墨是把鼻子對方給抹黑 我要特別跟委員報告 那當然我也期待就是說 現有的 部長 這不是抹黑嗎 這六次挑票 我要跟委員報告 所有的數據資料電腦裡頭都有 科學的數據資料都在裡頭 到底系統安不安全穩不穩定 其實可以攤開來大家檢驗的 所以我會期待就是說 不要只單聽一面的話 那大家一起齊心也努力 那麼讓他盡早來通知這個才是重要 部長 你這是在推責任 我沒有 我沒有推責任 我沒有指責任 部長 部長 你聽我說 我從頭到尾沒有指責你的意思 我知道 我現在就說你已經六度跳票 這不是單純的機電的問題 而是很嚴重的管理問題 我會期待 所有的安全都是最高標準 我了解 我了解 我現在請教你一下 機場建的十年六度跳票 那我們到底機場 我現在聽說 我們這個報紙登了說 我們交通部打算更改合約的方式 讓他提早上路 有這回事嗎 沒有這回事 我要特別跟委員報告 那麼政司長也一再表明 按照合約 那現在唯一的就是所謂的速限的問題 那麼間距的問題 那麼所謂行車時間的問題 那都是差那麼一點點 那當然站在我的立場 政司長已經特別要求 已經按照合約 那我們文壇尊重 未來營運者的要求 而且呢 我的態度就是這樣 那部長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通車 這個部分現階段裡頭 如果按照那麼廠商的這個講法 是說六月底會把提速的這個部分往上拉 那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在穩定性測試 跟所謂的這個模擬演練 那穩定性測試 我要特別報告的 這個有涉及到雲營單位人員 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這個非常的重要 以以往北捷的經驗 那麼他們其實就很提早進駐 那麼人員當然很快的熟悉 那這樣的話 要往前推 那時間就可以縮短 甚至連模擬演練都可以縮短 大概多少時間 這個我現在沒有辦法應酷 這個要由未來的營運者來做判斷 不是啊 部長你什麼時候可以交給營運者 我簡單的說 這個要看穩定性測試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交給營運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是三方面大家一起要努力的 不是只有單方面建設方面 營運單方面也要 不是啊你不要管營運 我現在只是說你只要付到交通部的責任 你什麼時候可以交給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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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就是我們在管理這樣就知道 你不可以講一二元二二三元四元五元到第六元 還說我不知道啊 這要三方多方配合啊 這不是這不是管理啊 局長可不可以六月以前交給營運 六月份我們是在廠商的部分改善完 那我們還要做一些測試 現在估計大概應該是在 現在的期程大概是在七月 這起十年啦 哪有競爭 報委員我剛剛講說 我們現在估計的期程是在七月 七月份是嗎 七月份希望不要再挑票 好來部長 部長我請教你一下喔 你剛剛這個報告裡面特別提到 陶環要加 陶環的航空城要加速建設 那加速建設裡面很重要就是第三跑道要興建 大概什麼時候會完成 原來按照那麼是真的規劃是119啦 但是呢事實上的話 現階段有106到108 如果用地在區段徵收方面 今天取得順利的話 那事實上是可以可以往前 那按照交通部現行的規劃 119來部長 119到現在距離幾年 幾年 對 我問你幾年 這個有關的區段徵收的行政程序的部分 總是要按照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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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委員報我們現在已經在做所謂第三規劃的前置作業 我要跟委員報我們都已經幾天在做處理了 我覺得你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啊 現在百姓關心的時候 你跑道不夠用又沒有辦法完成 要拖15年 這種行政效率 你認為我們台灣有競爭力嗎 我們下一代有未來嗎 這個要看區段徵收 我剛剛委員報告夠了 106到108 如果用地取得 可以提前 那當然我們就提前啦 部長 我跟你說 你也是這樣子 你怎麼把這個 很細緻 把它切過去 切過去 都不會完成啦 重要的是說 我們將會不會決心多久以前會完成 如果目標定定 你就要想辦法去處理啊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提前的準備的先級規劃 那大概提前到什麼時候 我們現在已經在做提前完成 對大概提前到什麼時候 你現在跟我報告是19年嘛 我說你提前到什麼時候嘛 我現在沒辦法給委員答案啦 因為到底 所以你就沒有目標嘛 但是我們有目標往前提嘛 我們現在的前置作業都已經 要提早多久 目標提前多久 這個我沒辦法給委員答案 對嘛 你從頭到尾還是沒有目標嘛 不是沒有目標 而是怎麼樣提前 我們現在在做這些前置作業的程序啦 部長 這樣做喔 我告訴你 我們效率很差 十五年做一個跑道 這個公司的全世界要求 這個不是只有交通部的事情 也有地方政府的事情 也有內政部的事情 部長你是主政主 公政的事情 你要想辦法去克服嘛 當然在做我的立場 我一定是全 盡可能的往前推嘛 這個在做我的立場 一定是這樣子做嘛 那至少你定個目標說 往前推五年 往前推三年 我現在定往前推有意義嗎 問題就是說我主要盡最大的努力往前推 這個就是我要達成的目標嘛 沒有啦 部長 我現在開公共支票沒有意義啊 目標 目標不清楚的時候 沒辦法達成 他們現在淘機這邊已經在做前置作業了嘛 我再請教你一下 那個航空程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在你估計 航空程現在就是按照航空的計畫 現在有三個功能分組嘛 每個功能分組都有自己的定位嘛 那該交通部做的事情 交通部絕對不推位 那麼該 在桃園市政府做的 我相信他們也非常努力 大家都管這個目標再做出來嘛 對啦 我現在就教你在掌控 你在掌控所有的開發 我現在請教你 航空程到底什麼時候大概可以完成 航空程我剛剛提的有三個部分嘛 站在交通部部分已經 剛剛您提的第三航廈 那麼第三跑道 這個部分交通部一定會 盡可能的往前提嘛 那麼會盡最大的努力來做嘛 站在我即使是在五二零 我還是要求投資這樣子做啊 很簡單 我的態度就是這個樣子 對啦 你現在都是用 打迷糊站 沒有打迷糊站 絕對沒有打迷糊站 要告訴我們一個目標多少嘛 我一直都盯著他們在處理這些事情 也都定期在追蹤在做管理 我絕對沒有任何打迷糊 航空程什麼時候會開始動過 我現在沒辦法給 對啊你什麼 我現在問你所有東西 你都沒辦法答覆嘛 我不期待我開出來的支票 是一個確實的支票 上次我跟你協調說鐵路低交 你就給我很清楚啊 5月24號之前 出城附險會過啊 我跟 那就是一個目標嘛 我跟委員報告 鐵路地下化的部分 非常清楚 我技術上可以處理的 我絕對處理 但是 決策上 那麼因為已經列入交接了 決策事情 沒有怪你啊 沒有怪你啊 你做得好下一次 可以繼續當部長 其他的就是我們可以 技術面可以澄清的澄清 可以處理的處理 我的態度就是很清楚 就是這樣子嘛 對啦我現在講說 我們現在像第三跑道 航空程完全沒有目標嘛 所以就沒有辦法達成 我想絕對不是沒有目標 像 你剛剛提到想說來 怎麼樣提前 我們桃園 機場捷運 我們要完成 至少說7月份 讓我們知道說7月份 可以交給桃園來營運嘛 這個就是目標嘛 你要趕在6月份完成 7月再做一個測試就交了 這所有的工作 如果沒有時間 訂一個day line 你永遠不會完成 我一直在做廣告 我一直在追蹤 部長你回去再考慮一下 下次我再問你 謝謝 來來 我想這個 我們這個 整個政策 都在 速度很慢 造成我們的健全 變成國際消化 還接下來 我們的小孩子沒有未來 請教部長一下 那個最近北京十三五要 要見這個 北京到台北的 到台灣的就是 京台的這個高鐵 那個事情交通部知道嗎 第一個 我完全沒有訊息 第二個 我想這個是 國家的重大的決策 這個 也不是只有單純的交通問題 所以 站在交通部立場 國家怎麼做決定 交通部來配合 很簡單 所以交通部 都不知道這事情 我們不知道 沒有所謂正式的 那你認為他這是交通的需求 還是站內的目的 這個面向上非常的廣 不單純是有交通面的問題 他們都沒有跟你們進行協商 沒有 沒有透過任何的接觸 跟我們談 他們 沒有經過雙方正式的這種所謂溝通的話 我想這個講法是他們主觀的意思 所以不可能 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那是主觀他們的意願 但是 沒有透過溝通來談的話 這個事情其實只是他單方面的想法而已 部長 我現在最後做建議 希望部長回去以後 能夠把第三跑道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要把時間表定出來 我會請大家去檢討一下 好不好 還有 航空整個流程 應該檢討出來 謝謝 這樣的話 對國家的建設才會有希望 我們現在所有的主政者都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完成 我盡量 那你想這國家會有未來嗎 雖然現在是看守內閣也不一定 搞不好他這個 蔡總統認為你做得非常好 細聘你當總統 大有可能 謝謝委員指教了 好不好 我們會努力了 在這方面我想要趕快 對 我們會盡力 交通部是一個很重要 交通建設才有經濟發展 謝謝 我們希望我們的交通建設 能夠加快腳步 當然 在這我的任內 我一定是不會鬆懈 一定不會鬆懈 謝謝 謝謝委員